两倍 这个 附带讲有一些 印度朋友不夫妻 印度说他的中产阶级比我们多 那是非常搞笑的 在印度那里啊 这个日收入三块钱就叫中产阶级 三个美元 他妈的在这就是打个车的个事 对不对 三美元怎么好意思要中产阶级呢 是不是 二十块钱不到 这个 在北京这个 这是什么工作着不着 对不对 那个 这不就是六百块钱一个月吗 是不是 一天二十块钱 怎么好意思要中产阶级 那就印度中产阶级标准啊 印度这个数据都是很可笑的 他比如说脱盲 他的标准低都不能再低了啊 卢比上面有十五种货币 任何一种卢比上的货币 就叫官方货币 对不对 你能用那个 说错了 就卢比上面十五种文字 都是官方文字 对吧 你用任何一种文字 连签你自己的名 你就脱盲了 这么低的标准 印度成年人 还有四十五的人 是文盲 可笑吧 那个 就严肃 严肃一点讲啊 就是按照美国人标准 中国就是五亿人中产阶级了 是美国的两倍 美国是三点一二亿公民 其中一千多万是富人 对吧 六千万是穷人 穷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个奥巴马 就是他完全没有医保 所以奥巴马要帮他们 有一点医保 就那种人 所以这个国家 六千万穷人 一千万富人 所以剩下两点四亿 就是中产阶级 咱们中国是两倍于他 所以哥